今天是1月18日的5時10分 在搞到之前,一名女孩的徐爾希 在她生命中第一次用這個承認的碼桶 她成功地把自己的派史物 派落了這個這麼偉大的發明 碼桶,大家都不知道可能是哪個發明 原來碼桶這個設計這麼驚為天人 這麼突破性的發明 是一個德國人來發明出來的 她不是單單用這個這麼大的成人翅板去修 她還要配合韓國漆品 必屬佳品的Thomas Koch兒童版 就真翅板 是軟軟軟,很舒服 可以坐上了Cousin上面的感覺一樣 希希就是用了這塊這麼偉大的發明 而顯出了她第一次的承認 其實是大變子 現在我們做第一個創舉 她就是我會親手去主持這個的衝刺儀式 Ready? 3,2,1,Froshin! 希希,你看回片段 爸爸是為了你獻唱我第一次的衝寶寶寶寶寶 OK,出實 我們值得多謝德國這個發明家發明這個秋帥馬桶 為這個發明家致敬 拜拜